大家好,我是徐静 经常有粉丝跟我说 想在成都买房 但是又不知道能买哪个区域 还有不知道买来里的房子 以及怎么买房 那我们今天就从资格 看房、登记、摇号、选房 这几个方面来聊一聊 买房的常见问题 首先来看自己有没有在成都的购房资格 自己的这个资格 能够买哪个区域的房子 如果要买成都一圈城 高新南区、天赋新区 或者二圈城11区的房子 那么需要满足在该区域 两年的户口或者是两年的社保 以家庭为单位 在本市有一套或者是一套以下 单身家庭没有产权住房的 就有购房资格 如果要买三圈城的房子 需要有成都户口 或者是一年的成都社保 就可以购买 在三圈城没有购房套数的限制 这里有一个区域的购房资格 对应其他区域使用的情况的一个明细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私信我 到时候把这个发给你 今年人比房超三倍的楼盘 限述期也从三年变成了五年 如果在成都有购房资格 再加上名下无房 再加上16年10月份以来 无转账记录的 就算是刚需 如果不满足刚需政策的购房者 就算是普通登记了 知道自己有哪一个区域的购房资格 接下来就是看房了 要了解成都不同区域的楼盘 进入成都购房通 就可以看成都热门楼盘 即将取证楼盘 或最新取证楼盘 以及再售楼盘 根据自己的预算和需求 再去现场看到自己 新意的楼盘 就可以在天赋市民云的APP里 进行登记报名了 登记成功之后 要妥善保管自己的购房登记号 申请成功后 再次查询审核状态 进入成都购房通 输入身份证号码 或者登记号 即可实时查询摇号结构 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是刚需资格摇中了 通知去选房 不去的话 如果出现了两次以上 三年内就不再享有刚需摇号 只能以普通资格参加摇号 如果你是刚需报名 刚需未摇中 但在普通摇号里面摇中了 你本人如果是去现场签订了放弃协议 就不受影响 但如果不签放弃协议 两次以上 三年内不能再参加新房摇号登记 如果是普通资格 摇到之后 本人去现场签订了放弃协议 就不受影响 如果不签放弃协议 两次以上的话 购房平台在一年内 不再受理该人员的填补信息了 以上就是成都的购房资格 买房有耗的全部流程 以及相关的购房问题 那么对于没有成都购房资格 又想买房的相关问题 我们下期再来具体说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留言或者私信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